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我们每天都在讲异象 说实话能有这么多异象可讲 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讲过的很多异象在古术中 都是在非常时期的非常情况下才会出现的 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就在4月15日凌晨 中国大陆又出异象 湖北武汉突然惊现诡异圣人的红色大雾 天空一片雪红色 这是真的雪红色 有人问这是要出什么大事了 天成异象 必有灾阳 据《肖乡晨报》报道 4月15日 湖北武汉市民爆料称 自己凌晨下夜班走在江岸区香港路一带 惊觉不太对劲 因为一抬头发现天空呈现一片雪红色 还有雾气缭绕 疑似红色大雾 十分诡异 在雪红色天空的演绎下 似乎整个武汉被笼罩在红色大雾之下 而且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长达一个小时 实属罕见 据曝光的视频显示 居民家窗外是一片雪红 整个窗户都呈现红色 另有视频显示 拍摄者指出自己在武汉儿童医院内壳21楼 也拍到雪色天空的归于景象 当时好多人直呼 好像假的 赶快把家人喊起来看 不少网民留言称 要地震了 不信走着瞧 情绪化是没用的 有先例了 我不是说异化云的地方会地震 而是周围上千公里都有很大概率 这看一眼都够吓人的 根本不敢出门啊 地震前夕 网民说这是地震前夕呢 其实也是有根据的 早在2023年8月6日 山东德州市平远县发生5.5级地震的前后 山东济南德州济宁多地的天空就出现过诡异红光 持续至少半小时 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有网友说 我听老人说过 是地震前发生的 天空都是红的 然后那天晚上发生了唐山大地震 而在2023年12月1日晚8点左右 北京就出现了红色极光 整个天空被染红 而且越来越红 外如鲜血流淌 不久呢 就消失了 就在北京出现雪天异象之际 甘肃九泉宿北线 云南德宏州芒市 先后发生5.0级地震 震杆十分强烈 高楼剧烈摇晃 所以对于刚在武汉出现的雪雾 请在武汉的朋友呢 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要知道呢 武汉是全球大瘟疫的爆发地 这次大瘟疫持续了四年多还没有结束 现在又出现恐怖雪雾异象 还有人不相信这是上天的警示吗 除了武汉出现罕见的雪雾异象呢 在江西是又又又又出现了白天变黑夜的异象 4月16日上午呢 江西福州东翔出现了12级的雷雨大风 上午9点 福州呢 被乌云笼罩 从白天秒变黑夜 电闪雷鸣 狂风呼啸 大雨倾盆 有人惊呼 这个天好吓人啊 江西气象台消息 上午10时20分左右 江西福州东翔出现了12级大风 风速35.9米每秒 打破了当地30米每秒的最大阵风记录 这个风力在内陆地带是极为少见 堪比台风登陆 有视频显示呢 福州东翔遭遇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 街道涨水 汽车行人都在水中前行 上午9点半左右 有网民拍摄到天空中的闪电 极为震撼 提醒大家注意躲避 还有视频显示 上午9点 福州东翔一秒之内天黑 白天晚如夜晚 窗外大风呼啸 场景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福州一名女子拍摄视频说 我凳子都吹翻了 这个天好吓人啊 吓死人了 还有视频显示呢 一棵大树被狂风连根拔起 地上满是散落的树枝落叶 网民们纷纷发言说 我是福州人 连太阳能夜灯都自动启动 可想有多黑暗 乡下屋顶的瓦片就像蝶片一般乱飞 老屋里在涨水 我们南昌也一样哦 不是迷信 今年的龙年 狂风暴雨极端天气 就是多 到目前为止 人在坐 天在看 为什么总是江西 因为有龙虎山吗 看来锁龙井正妹锁住 前一段把人刮下来的是南昌吗 江西今年有点异常啊 老天爷看不下去了 除了江西呢 湖南与重庆都出现黑天狂风与暴雨异象 16日上午 湖南长沙是一清早就乌鸣密布 天黑沉沉的 家长早上都是摸黑送娃上学 重庆气象台16日发布消息称呢 昨晚的大风 最大吹到了12级 今天依旧有雨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 阵性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6日呢 重庆大风暴雨的词条登上了热搜 16日早晨 一位重庆市民早起发现 对面房屋的铁皮屋顶全部被风掀翻 砖墙倒了一地 空调外积也被吹落 这位市民一边拍摄一边说 天呐 你看 这是今天凌晨两点半 我对面的屋顶都被掀翻了 墙都倒下去了 我的空调也被扒下来了 网民三分表示 昨天晚上就是腰风阵阵的感觉 大风吹大风吹 住在二十多层 玻璃窗都快被吹垮了 别说重庆了 京州也是一样的 凌晨五点 打雷吓死人 有网民还说呀 以前是疫情 现在是刮台风 哎呀 太难了 我也很害怕 我害怕我不是从正门出门 而是从窗户或者阳台飞下去 以前呢 要有人说有这种担心 大家就会当笑话听 现在恐怕住高楼的人一遇到狂风都会有这个担心吧 人真是越活越不安全了 给大家聊完两个异象呢 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到的这个雪色天空异象话题 我们说天成异象必有灾阳啊 特别是这种雪色天空 西方文化中认为呢 红色不吉利 比如在西方人眼里啊 中国皇室的墙体 大面积运用红色 这是展示生杀与夺权力的象征 是一种征服的象征 因为红色呢 就象征着鲜血和战争 并非吉兆 而在中国古代呢 记载中的雪色天空也非常罕见 而且通常呢 是与大灾难有关 不仅关乎国运 更是关乎百姓生死 据中国古书记载呢 历史上雪色天空一般会出现在王朝末年 遇事将出现兵货 对应着政权的覆灭和国军的不祥命运 据唐朝李崇峰所著的《以色战》中记载 赤气出天传中 不出一年有自立者 赤气漫漫血色者 流血之相 赤云临为上东西沉 国且复兵 赤气趋旋停住者 旗下有兵血流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 引管窥极要 天变色战中约 天以青青为体 色变昏黑者 君不明 惨白者 丧忧 赤如活血 兵器 天下乱 明朝灭亡前夕呢 也出现了雪色天空的异象 四库全书记载呢 崇祯元年1628年3月25日 五谷 全闪天赤如雪 四时剑黄 日始初 詹曰 此赤绳也 主大汉又及兵 适年百水贼王二返 据汉南旭郡志 明朝重奔元年1628年 全闪天赤如雪 五年大鸡 六年大水 七年秋黄大鸡 八年九月西向汉 略阳水涝 民舍全墨 九年汉黄 十年秋和全武 十一年夏飞黄碧天 十三年大汉 十四年汉 我们每天都在讲异象 很多人表示已经麻木了 因为只见异象不见大灾 人们头脑中的大灾 好像必须是遗体堆积如山 才叫灾 而且这些人必须是一下子倒在自己面前 或是走着走着都倒在街上 才叫大灾 死在家里的好像就不算灾了 疫情中死的人 地震中死的人 洪水中死的人 高温重死的人 种种种种 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麻木了 再加上这个中共的各种网络维稳 人根本是看不到真相的 所以麻木是早晚的事 就算每天浸泡在大灾中都已经没了感觉 毕竟这几年中 洪水 旱灾 高温好像成了标配了 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就是大灾 甚至还有人天天留言问我们 你们咋不去讲美国呢 你们对得起美国吗 对于这样的人 我只能说 我们的节目不适合你 你那么喜欢听美国的事 我给你推荐塔克·卡尔森的频道 你可以天天听 他是讲美国的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恕不远送 但我们也在这里提醒更多的人 也许越是麻木 越是到了最后了 就像那个被狗熊吃了的俄罗斯女孩 在跟他母亲最后的通话中 她说 妈妈不用担心 现在我已经感觉不到痛了 已经麻木了 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生命了 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这个故事 这也是一切灾难发生的过程 担心 苦惧 疼痛 麻木 灭亡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